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地圈的訓練新聞 西里國中的學生廖卓甫代表台灣參加亞洲青少年的孤球比賽 在中15歲以下的比賽當中 這也是西里國中10年在國際孤球比賽當中再次替下張牌 不過後方經委說廖卓甫的成績應該可以更好 希望廖卓甫代表更多組合來配合優秀的選手 因為廖卓甫是文章國修比喻的好友 文章國修的校長梁博雄也曾人來帶紅棒 並且孟學的選手真的可以留在婚禮發展 掛著五球牌子認真來認識 它是今年的亞洲青少年五球比賽中 掛下當白選手西里國中學生廖卓甫 這個選手也是西里國中這個15年來 還有一個頂端有這麼好的表現 這對我們學校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因為應該算是這幾年第一次在國際賽事 哪有這麼優秀的表現 那這次如果我們的教練可以再跟在身邊的話 他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 比賽的時候都有機會 只是自己沒把握住 不然有機會可以打更好 看到廖卓甫站中拜跟廖文人表示 他認為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也希望中央可以中時選手的訴求 相對希望說我們往後在訓練上 我們在一些教練的資源 或一些訓練的比賽的磨練 能再增加多幾個教練的指導 或一些比賽經驗 再一個結局一個比賽經驗 因為廖卓甫是文聰國修的好友 文聰國修好長梁博雄也轉訂來打紅飯 並且其他在地的主題真的可以留在雲林來發展 當然未來我們跟西螺國中在這樣的一個 宇球發展的部分會更緊密的做一個更好的結合 那當然也希望未來我們的孩子 都能夠在國際上的一個舞台有更好的表現 廖卓甫的父親廖國華也是文聰國修的五級教練 可以說是一種的團身 廖國華表示他的支持小孩繼續在運動中來努力 希望可以留在在地上 那希望可以接受更好的訓練 希望可以打進前四 然後再來就看 看有沒有國際賽可以打 然後可以再得名 掛到當白廖卓甫也表示 他將的結尚努力為婚臨為好好來進出更多公園 其中真心藏步道 然後再加進去 然後再加進去 然後再加進去